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蔡佳芸 宜兰鸭肉朴富盛名 在罗东就有一间同版价的鸭片饭 店家选用肉质细嫩 适合水煮的土翻鸭 肉片更特别薄切 0.2到0.4公分 吃来皮Q香嫩很好入口 饱水度相当高 另外数十种中药材炖煮的 当归鸭肉面线 鸭腿肉吸饱汤汁 味道鲜甜浓郁 因为价格便宜 CP值相当高 是不少陶客心中的超级美味 我们的招牌 这是我们的鸭片饭 鸭肉饭 还有单规鸭肉面线 用餐时间一到 老板王又全切鸭肉的手从没停过 他又赶上陶客吃饭的速度 这一碗鸭片饭 就是让陶客埋头爬饭的同版美味 鸭肉片通常都给到 五至六片 然后价格很划算 他们家是铜板价 然后价格都通常落在 三十至五十 不只有鸭片饭受到小资族青睐 许多人来店里 只要掏出几个铜板硬币 就能享受到鲜美的当规鸭肉面线 鸭腿肉便当 还有古早味的鸭肉饭 就是嫩 他们家的真的就是肉吃起来蛮鲜甜 蛮嫩的 不会柴的 重点是它真的没有臭味 因为王又全使用的是 2.2到2.6公斤的土翻鸭 这一种熟度的鸭肉 油脂少肉嫩鲜甜 所以水煮的时候 也比较不带腥味 我们筛选过了 这个大小的鸭比较适合 来做我们的鸭片饭 以及鸭肉饭 鸭肉在滚水中洗礼 必用锅中的热对流 慢慢把鸭肉给煮透 肥美细嫩的鸭胸肉 肉质比鸡肉粗一些 但跟鹅肉相比就细嫩得多 所以切肉绝不能用菜刀剁 而是讲究慢工出细活 用切的 像切芥末一样 切生鱼片 生鱼片也没有人用剁的 对 一定是薄薄的一片一片削 切出来的鸭肉片 薄薄的一片 大约0.2到0.4公分 是最好入口的厚度 肉片铺在白饭上 再浇点鸭油卤汁 散发出迷人的肉香 同板架的鸭片饭 每一片鸭肉都均匀淋上卤汁 浓郁的鸭片肉 虽说只有薄薄的一片 但香浓的鸭肉香搭配鸭油饭 咸香软嫩的口感 吃进嘴里是满满的鲜甜滋味 只叫人忍不住多爬好几口饭 它的酱不会很油腻 对 不会让它吃几口就觉得很油腻 然后它的白饭不会太硬跟太软 对 然后粒粒分明 我觉得它的皮跟肉就是不会太硬 然后蛮嫩的 然后搭配鸭汁跟饭下去吃 就是很刚刚好 懂得尝鲜的客人 还会要老板现切一盘 淋上淡淡咸水的鸭肉切盘 带骨的鸭腿肉 切得比鸭胸肉厚一些 皮Q肉嫩 搭配微微的咸味 更增添鸭肉的鲜美 鸭片 鸭片就是我们用胸肉来切片 切一片一片 一片大概0.2到0.4公分 王又泉卖鸭肉三年多 但他的餐饮经验却相当丰富 做过摇饮店 鸡排店 小火锅 甚至先前还跟上流行 开行动餐车 短短七年做过许多小生意 看似阅历深厚 但每一次都是产赔收场 这七年来我投了大概500万左右 那时候的感受真的不太好 因为觉得都不顺 做那一个就不顺 又做那一个又不顺 当他快要放弃的时候 心里头却想起小时候的味道 小时候有吃过那种鸭肉饭 我想说鸭肉饭 这个东西真的 这个食材真的可以让我们 可以整个的翻身 那我就很努力地 一直朝这个鸭肉这个区块 去研发 只是成功的路上 往往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 大概我花了几十万的学费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让我这两年多 两年多真的把这个东西 把它用出来让它有大众化的口味 飘着药膳香味的铜板架当归鸭肉面线 就是历经好几次失败才慢熬出的滋味 肥美的鸭腿肉吸饱汤汁精华 肉嫩不柴 还有淡淡的中药香 一丝一丝的面线Q软不糊烂 恰恰好的熟度 吃来才有浓郁的面香 鸭肉很软嫩 然后搭配那个汤头 刚刚好 就是不会太柴 然后汤也不会太油 就是如果想要 觉得想要补一下 可以来喝喝看 现在王又泉和太太林婉容 每天一早就开始准备煮鸭切鸭慢鸭肉饭 让客人魂牵梦营的去骨鸭腿肉便当 是疫情期间研发出的新品项 光是去鸭骨这一个步骤 就耗费不少功夫 去骨的鸭腿 要真的你要注意力要集中 先划一刀 慢慢用手再先把它剥开 剥开之后 那我们再用刀 慢慢慢慢地一刀一刀 这样子把它用下来 在整个完美的去骨的鸭腿 去骨鸭腿肉便当 有一只厚实的鸭腿 外加笋丝油豆腐和白菜卤三样小菜 价格不到百元 是上班族外带外送的热门首选 少了骨头的鸭腿肉 肉质特别柔嫩 一咬下满满肉汁浸入嘴里 融化到新坎里 滋味相当鲜美 剃骨之后剩下的鸭碎肉也绝不浪费 王又全做成鸭肉饭 简单浇淋鸭油和腌萝卜丁 客人只要掏几个硬币 就能尝到这铜板美味 白饭煮得粒粒分明了 它口感不会弄 让你觉得放地煮失败 太糊或是太黏雅什么的 加了鸭油之后 其实整体来讲还是蛮清爽的 不会让你觉得 油腻到无法入口之类的 让客人留下好评的铜板价鸭肉粪 是王又全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现在他凭着这股香味东山再起 期望能及早还清债务 用心 真的用心再用心 把东西做出来 品质要顾好 我会这么坚持就是 我已经豁出去了 我这一次就是要成功 只要不断地尝试 总会是到一次成功的机会 虽说等待机会来临之前 会遇上种种困难 但至少拼过了就不会后悔